法国健康17日表示正在审查欧盟委员会下属独立调查机构欧盟反欺诈局的一份报告 该报告指控法国籍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涉嫌挪用欧盟资金 法国独立调查网站17日援引欧盟反欺诈局报告内容称 勒庞在2004年至2017年担任欧洲议会议员期间涉嫌挪用13.7万欧元的公共资金 勒庞及其所在政党的成员挪用的资金总额约为61.7万欧元 这些资金被用于政党活动而非欧盟事务 调查报告称国民联盟向欧洲议会申报的一些费用是虚构的 欧洲议会准备追回不当支付的款项 调查报告引发勒庞和国民联盟方面强烈抗议 勒庞的律师博赛鲁特17日表示 勒庞本人否认这些指控并且他尚未就此事被传唤 博赛鲁特同时对欧盟反欺诈局的独立性提出质疑 称调查报告的发布时间与法国大选第二轮投票日期如此接近 似乎过分巧合 据法媒报道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前 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勒庞也曾因涉嫌不当使用欧洲议会资金遭到调查 法国宪法委员会13日公布法国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的正式结果 现任总统马克龙和勒庞分别以27.85%和23.15%的得票率 进入24日举行的大选第二轮角逐 据法国24电视台报道 马克龙和勒庞目前都迫切需要扩大他们的第一轮选举票仓基础 尤其是向左翼扩张 不过得票率第三的候选人让旅客梅朗雄所在的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党 17日的内部磋商结果显示 多数成员将在马克龙和勒庞的决选中投空白票 在马克龙和 verste误一 iç所